挑战2020年大选结果 辅任拜登是2020年胜选的总统 不接受不认可 在法力和道义上不从这任何障碍 不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破坏 也是不认可 也不是说不认可美国的民主机制的用选规则 目前弥漫的整个舆论界的 对支持川普的指责就是 不接受拜登 就是对民主机制的破坏 错误 民主机制 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绝对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一个 无原则机制 它作为民主的三大要素 民主的主体 民主的规则和民主的目标 在这里面 我们要特别明晰 民主的主体是我们自己 是美国人 是美国一亿五千万左右的选民 绝对不是拜登 也不是川普 不是民主党 不是共和党 是我们自己构成了民主的主体 我们要通过民主的规则 实现我们的民主目标 我们的民主目标是什么 就是选出下一任的总统 规则是什么呢 就是50个州通过选举人票 实现270张即可当选 这套规则已经运行了将近200年 他来到没有问题吗 他来到永远是完美的吗 不对 这一次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非常深刻 和严重的 正是因为他的问题是非常深刻的 是隐蔽在目前政治正确的 这个用行规则之下 所以好多人是发现不了 所以最终呢 会被左倾媒体 戴上一个破坏民主规则的一个帽子 压得抬不起头来 不敢去认可 不敢去声张 自己的想法呢 不敢去表达 今天我要大声的跟各位朋友讲 民主 他是动态的 他不是一成不变的 首先 2020年大选 就因为民主规则被污染之后 导致的民主目标出现了偏差 那作为民主的主体 我们就要反思过来 要去推翻这个结果 重新表达我们的民主意愿 修正民主规则 最后实现我们的民主目标 那么朋友们 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 民主规则怎么受到污染了 怎么被修改了 那么大民主规则下面 还有一个子规则 美国 2020年大选的首要规则就是 赢得270张选票 这一点是 美国建国先贤和当时的民主主体 就是美国的人民 一起制定的一个宪法原则 但是 今天我要详细的给大家讲 这270张票 每一张票怎么得来 它下面还有一个子规则 还有一个子系统 贝登阵营 他就是利用了 去污染 去变质 去修改 子系统 从而使得270张选票这个规则 发生变质 最终 我们看到了一个 偏差的一个目标出现了 就是贝登当选了 那这个子规则 他怎么去污染的呢 就是在六大摇本州 比如说咱们以宾州为例 宾州有20张选举人票 这20张选举人票 在历届大选当中 决定了美国总统的胜选 所以得宾州惹得欠下 那么最终我们说 在宾州这一城池的争夺上 贝登他们团队 整个民主的阵营 华盛顿的建制体系 他暗的地理 就说他使用了 目前正在被调查的一种 非法的手段 修改了20张票的 用刑规则 那就是拆入假票 非法的选票 从而使得20张票 最后发生逆转 转变成了贝登的票 那么以20张票为例 在其他五个州 也同样重座这个问题 所以他改变了子规则之后 最后影响了整个民族 大规则 就是270张票的归属 到子规则改变 大规则必然发生偏差 轨迹就被 修改了 本来是朝 左或者右 结果他后退倒退了 但所有的人都以为 这是民主规则 本身用刑的一个过程 没有问题 我们作为民主的参与者 只能被动去接受 民主用刑 产生的结果 就是贝登胜选 这是完全错误的 这是被民主机制 绑架之后的 弱热的思维 放弃了我们自己 作为民主 参与主体的主体意识 所以 我另类主张 作为美国民主的主体 是我们自己 我们不能同意 我们的结果被 偷取 被改造 被污染 所以我从第一个层面 就是跟大家讲 民主的三大要素 民主参与主体 是我们自己 民主规则 下面还有子规则 当子规则被修改 被污染之后 势必影响民主规则的 用行 这个民主规则 用行被偏差之后 势必会产生一个 非正当的民主 用标和结果 那就是贝登 拿到了270张票 如果说 子规则和大规则 是相统一 最终 按照目前 透露指的消息和信息 川普 获得至少是 他在2016年 306张选举人票以上 还有更多 他铁定连任 但是 我们说 美国的民主制度 不得不讲 它出现了问题 所有人都关注 这个大规则 是如何赢取 270张票 但是 对于每一张票 是如何产生 以什么样的方式产生 在联邦层面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甚至联邦都 无权去干预 每个州的选举的 全过程 完全是由州政府 自己呢 说了算 这就是共和制度下 州权严重挑战了联邦 甚至改变了 联邦的用行轨迹 这是共和制度 当初共和制度 涉及之初 对权力边界 划定上 从这些先前性的缺陷 当时也是为了 弥合13个州 能够形成联邦 直接的风起 最终呢 联邦和州长之间 权力是 非常风明的 所以我们说 当子规则被改变 大规则 大规则的轨迹 发生 位移 最终产生一个 非法的结果的时候 我们作为民主主体 绝对不认可 我们就要去 从 以民主参与主体的身份 去要求 回盘 复盘 民主规则 一直查到 他子规则 是怎么用心的 这的话 最终我们才能把这个 偏离正确方向的 民主规则 用心轨迹 才能掰回来 让他继续 按着他正确的 轨道用心 那必然会产生 一个正确的结果 作为一个正确结果 出现的时候 民主参与主体 无论你是否同意 还是反对 都要接受 这是 我对这 目前来说 弥漫的整个 美国愚农局 被左倾媒体 扣引 破坏民主原则 破坏民主制度 这个帽子 所进行的反击 所有人都调定了 一个陷阱 就是民主机制 不是我们说了算 而是民主机制 本身说了算 这不是不对的 民主机制 是由我们民主主体 由我们自己去制定的 当他出现问题之后 我们马上就要去修正 这是我们主体的责任和权利 不可去把它 让度给其他任何媒体 不可让度给CNN 福克斯 这是无聊的媒体 是我们自己 掌握着天赋人权 所以当这一次大选 美国的民主的内涵 和它的形势 发生完全的背离之后 这次大选是无效的 我们作为民主主体 我们就要宣布 因为它民主的内涵 和它的形势之间 不统一了 完全背离了 那怎么去理解 就是以民主的形式 去掩盖非民主的内涵 民主的形式是什么呢 是大家都按照 此前的游戏规则 去投票 去选择自己的候选人 最后得270张 自然盛行 这是民主的位移 那民主的内涵是什么 美国民主 选举民主的内涵 就是要真实的 反映每一个选民的 真实的意图 这个真实的意图 要最终表达在 每一张选票的计算上 这是真正的民主的内涵 我们的大选机制 不是机械的去 数出270张票 而是要真实的反映 每一个选民 自己真实的意图 意愿 意志力 但遗憾的是 这一次 就是被 在这个环节 就每一张票 如何产生 这个子规则环节上 被他们做了手脚 被他们严重污染之后 变色变质了 所以才导致 大规则 出现偏差了 我想跟大家 沟通的是 民主 他不是 一开始就有 他也不是现在就有以后 以后就一成不变的 不对 民主对我们 民主的主体而言 在以前我们是没有民主权利的 在以前 在神权时代 民主是让度给神 由神代表 我们去发音 发声 当我们把这个权利让度 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们就没有意识到 整个人类就没有意识到 这个权利使用我们自己 这是神权时代 到了冲权时代 民众的这个千夫人权 就被 国王天子 所代表 我们依然没有意识到 这个权利是始于我们自己的 他们强行的将这个权利 据为既有 这种让度 是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谦然 在从一开始就剥夺了 从神权到军权 现在到了人权时代 我们知道 我们是民主的主体 无论是民主规则 还是民主的目标 最终都是为了 实现我们民主主体的意愿 而存在 而用心 我们不能被 民主规则去绑架 更可胜着 到出现一个 不是我们所要的民主结果的时候 我们还要被动去承认 这个民主结果 民主目标 No 作为民主主体 我当然不同意 我要重新去制定 重新去修改 目前出现 严重漏洞的民主规则 确保在下一次民主规则 发生效率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 正确的民主目标和结果 在那个时候 无论谁当选 作为民主参与的主体 必须接受这个规则的 效率 所以 各位朋友 大胆的去告诉你身边的人 我们是 美国民主的主体 我们不认可目前 被污染 被修改的子规则 而产生的 一个畸形的结果 就是贝登圣选 我们要去重新 校正 出现问题的规则 那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 计算 每一张 选票 是否合法 和有效 这才是真正的 在子规则的 用行机制下 去查验 每一个 民主主 民主主体 各体的 意愿 是否被正确的表达和计算 我们要去支持 这一个行动 继续下去 这本身 就是民主的内涵 去争取自己的意愿 被真实的表达 和计算 而不是被动的 被民主机制和保驾 去接受 这个错误的结果 我相信 各位朋友 亲自这里 应该 对 被登 胜选 这一结果 你就会完全否定 只要你有一颗勇敢的心 意识到 我们自己是足体的话 那对2011大选 你就会有一个 坚定的一个信念 即使这一次 大选被他们偷取 结果被他们篡改 规则被他们污染 偏差 偏离了正确的轨迹 和轨道 但是 足起不变 我们的意志 就不能被绑架 我们会继续 去争取 我们的意志 被正确的规则 去运行成一个 正确的结果 那就是美国人民 这200多年 一直所进行的 抗争 努力和奋斗 1775年 波士顿清查事件 就是因为 美国的人民 不同意英王的税收计划 税收税率 所以 发动了美国的独立战争 直到今天 这个精神一直存在 没有丧失 你看看 川普 竞选的现场 他们是民族 参与的主体 今天 我也是 你也是 大家都是 我们要 把我们的主体的权力 牢牢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不能让度给政府 也不能让度给 媒体 不能让度给政客 这的话 美国 才能保有 林口总统起初的 四有原则 四有精神 那这个美国 才是我们自己的家园 而不仅仅像奥巴马一样 是一个过速的九戒 所以各位朋友 坚定信念 出现挫折 不可怕 我们有认清问题的本质 就是这一次大选 是被 规则被修给之后 出现了一个不合法的结果 我们要否认 要去反对 好 各位朋友 欢迎您听今天的空谈 我在这个频道里 会跟大家继续沟通 我个人一些思考 一些观点 也和想法 也希望得到您的支持 请您呢 欢迎您 进一月 空中团 点击我视频 左上角 我头像 如果您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 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进一步探讨 我们自己 所追求的 这个目标 让它更加完美 让它更加向前 完善的发展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是我们自己的家园 不是我们消费的商店 它是我们下一代 我们的下一代 生活的一片热土 我们留给它的是 节地的空气 和干净的土壤 绝对不能是 贝登这些政客 所把持的一个 肮脏的一个团体 好 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